大家早安不安?慢?安全? 欢迎来到 Raymond Wong 的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一看订阅状况 记得按小铃铛订阅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路分享给朋友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台很小,所以传播力很有限 希望大家都帮帮忙 叫朋友看一看视频 还有希望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第一件事说一下就是突发的消息 这个消息只是几个小时前而已 在黎巴嫩那里 昨天就爆了call机 现在就爆了walkie talkie,对港机 根据一些视频和相片 可以看到的 在黎巴嫩爆的walkie talkie 就是日本公司ICOM品牌的商向的walkie talkie 叫ICV82 看到的照片是很厉害的 那部机的机底整个盖炸了 不知道去哪里 还有,有些情况 Walkie的前面明显是受损的 为什么可以弄得在遥控爆 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不清楚 这个不清楚 但是呢 这个walkie talkie 爆炸的情况 是引发了更加大的火灾 那可能就是 那部机里面 就比那些call机 就有更加多的炸药 那黎巴嫩卫生部就说了 现在至少有20个人死了 这三个小时前的消息 450多人受伤 这是很严重的事 这也是这两天 针对真主党第二宗 的攻击 那是什么人做 估计也是以色列的了 就是估计也是以色列的了 那以色列 其实他没有说他自己做的 但是这些袭击 其实... 你如果算回数的话 他们两天袭击 起码死了32个人 其中有些死的人是真主党成员 有些不是 有个无辜的9岁小朋友也死了 那... 由星期二下午 当地时间 星期二下午开始 是有3000个人在这些集击里面受伤 原来呢 真主党成员有几千架call机一起爆 是几千架call机一起爆 原来是 现在说出来就是 那些call机全部一起爆 那些walkie talkie 应该 就不是每个都一起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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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大件事 真是大件事 那... 对于真主党来说 当然是重击了 那... 真主党的总部就在黎巴嫩 有伊朗支持的 那... 美国就把他定了为恐怖组织 这个真主党 其实是 那... 那...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官员 不开名去说 其实都知道是以色列搞的了 那... 那... 因为以色列和真主党 都打了几个月了 你又吹点炮过去 我又吹点炮过去 那... 就是搞了几个月 那... 那... 现在这些爆炸 当然是令到别人担心了 就是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 会不会大规模打获劲 那... 真主党他们的武器 比以前厉害了很多 那些火箭啊 无人机啊 那些是比以前厉害很多的了 那... 所以呢... 这个... 以色列有没有办法 完全打死这个真主党 其实我认为没什么可能 那...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呢 这个... Yof Gallant 他在星期三晚上就发了一条片 他说以色列呢 就... 处于... 这场战争新开始的时期 他没有提到黎巴嫩的爆炸 但是他说了一件事 就是以色列军事行动的重心 正在向北移动 那... 以色列的部队资源 以及他们的能量 都转移到处理真主党构成的威胁上面 那... 爆炸当然是引起恐慌的 告诉大家 这些爆炸是会引起恐慌的 周三的爆炸呢 其实是令到... 一个... 护理人员和一个小朋友的葬礼那里 就... 大乱 搞到人踩人了 那些去葬礼的人呢 就被叫... 停... 一定要关掉手机 接着呢 如果手机的电可以拆出来 要拆掉手机的电 其实... 以色列这样做也很残忍 因为... 有个九岁的小朋友 叫做... Fatima 如果没有记错 Fatima Abdullah 那... 他... 就是在... 周二的... 就是夺命追魂 召事件那里 那里... 就死了 那... 他们... 去葬礼的人呢 都... 大喊就是说 他们杀了我的小朋友 Fatima 那... 很严重的 这些仇恨呢 你杀了... 杀了人的子女呢 人家就会报仇了 其实是很正常的 就是... 如果别人搞我的小朋友的话 我可能也会去报仇的 就是... 这些是... 人之常情来的 那... MH10030就说 这些很恶毒的做法 那... 其实... 以色列他们... 现在他们做的事情是很厉害的 为什么我说他们做的事情是很厉害的呢 他们是用高科技去杀人的 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就用过... 卫星远端控制的AI 辅助机器人 杀了伊朗的最高科学家 兼国防部副部长 MOTION FRAG RISADA 接着... 今年2月的时候 以色列... 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炸了伊朗两条主要的天然气管道 搞到... 有很多城市没有天然气用 然后... 2021年... 这些都是说以色列做过的事情 以色列... 就对伊朗石油部的伺服器 做了黑客攻击 搞到伊朗... 他全国都没办法... 有段时间买到石油的 是啊... 很夸张他们 汽油分配都中脱了 没办法... 进入油 好... 现在以色列... 他将焦点由加沙的哈马斯 转到黎巴嫩的真主党那里 那... 我就告诉大家 又是会打获劲 现在... 即是不会停火了 因为... Yof Galantz 他也说 我们可以北部配兵力 支援嘛 那就再打吧 那... 那... 以色列的内阁 这个星期 就通过了一项 一项新的正式战争目标 他的目标就是要 确保数万个 因为真主党襲击而流离失所的 以色列北部居民 能够安全返回家园 那... 北方居民安全返回家园 那...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 那... 真主党 那... 美国就确认了他是一个... 恐怖组织的 激进组织 那... 那... 真主党他之前一直都是用火箭 和无人机 射以色列北部 那... 他就是用来声援哈马斯 以及... 就是... 哈马斯在以色列 在... 那个攻击 那... 就是... 真主党是支持他们 那... 那... 无论哈马斯也好 真主党也好 他们也是有一个目标的 就是要消灭以色列 这个国家 那... 那... 如果他是有这个目标的 那... 以色列 他没理由在以代弊的 你要消灭一个人 他没理由在以代弊 你要消灭一个国家 那国家没理由在以代弊的 那... 真主党和以色列 每天... 他们都射来射去 其实... 对生活在边境地区的 以色列人和黎巴嫩人 都是... 極具破坏性 以及会致命的 现在... 那些人就担心 如果真的去打... 真主党 以色列用大量的正规军队 进去黎巴嫩去打真主党 那伊朗会不会卷入战争呢? 这几个月来 其实... 有很多人都努力避免这件事出现的 其实... 到... 早两天都... 好了 还有人希望...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 是有停火协议的 就可以结束加沙的战斗 结束加沙的战斗 就可以换回... 加沙... 扣起了... 几十个以色列的人 只可以换回去 如果这样的话... 也可以处理到和真主党的冲突 因为真主党和... 以色列去打... 就是因为加沙 如果加沙停火的话... 其实这件事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 因为停火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以色列和真主党的紧张局势 就不断加剧 7月的时候... 以色列的军队... 就... 去了...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郊区 暗杀了... 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 舒克尔... 以色列就说... 舒克尔被杀... 就是回应... 以色列控制的... 哥兰高地发生的火箭襲击 就导致... Majal Shams... 这个... 是阿拉伯村庄来的... 他有十几个... 就是...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小朋友就死了 不过... 真主党就没有说... 这件事是关他事的... 真主党之前也说过... 要为舒克尔的死保守... 那... 他们做了什么呢? 他在8月底的时候... 就向以色列射了三百多支火箭... 那三百多支火箭... 真主党就说... 击中了以色列的军事目标... 那些军事专家也说... 以色列和真主党... 其实算是相对克制的... 不过其实人们也担心一件事... 你不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冲突就会升级... 以色列官员... 周三似乎... 就有信号了... 尤其是UFGalance他说的... 就是会打仗... 会升级... 就是以色列... 会去打黎巴嫩的真主党... 那... 根据... 以色列军方的声明... 以色列军方参谋长... 哈勒维中将... 周三... 就... 審查了针对... 以色列北部边境... 可能和真主党发生冲突的应急计划... 哈勒维将军说... 创造安全条件... 被居民在高度安全的情况下返回家园... 回去社区... 我们已经准备好一切必要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 他这样说的时候... 就是会打真主党的了... 哈勒维将军说... 在每个阶段... 真主党要付出的代价都一定要很高的... 那... UFGalance他周三也有说... 真主党会比加沙哈马斯更具挑战性的... 真主党不是哈马斯... 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要为这件事做好相应的准备... 并且考虑所有事情... 那休息一会儿... 讲一下美国的反应... 休息一会儿... 中文字幕为北京鲁梯梯... 最后一位上赚小椿... 我将有酒员打开... 一跳跌以后... процвет讯上天面的排骨力... 过去哪儿... 们一会儿... 这梅酒员打开... 在这梅酒员打开... 一跳跳... i know you i know you